它坐拥纽约13条地铁线和长岛铁路 它被市政府列为重点开发区域之一 一座城中之城正在这里火热建设 兴建产权公寓大多享受减税优惠 它还将成为纽约未来的科技和教育中心 Downtown Brooklyn的常住人口会变成说要3万多 从只是十几年前的4000多个到现在有3万多 本期安家纽约带您走进Downtown Brooklyn 玉铭你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谢谢 在上次我们合作了一期介绍这个Brooklyn的Dumbo 这个区域的地产变化 那实际上你也告诉我 在Dumbo的旁边Downtown Brooklyn 这个区域的变化也非常大 对不对 没错Downtown Brooklyn是布鲁克林这几年来发展最大 其实纽约是发展最大的几个社区之一 布鲁克林整个来讲起来是这几年经历了一个 令人瞩目的城市亚皮化的过程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像以前拿我来举个例子来讲 15年前我刚到纽约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想要去Downtown Brooklyn 这个感觉就是地态啊 小商品市场啊 从我们讲起来藏乱场 我们不用去那里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你想年轻的年轻人白领这些 原来只会要么考虑曼哈顿 要么考虑郊区这两个地方 可是现在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选择Downtown Brooklyn Brooklyn来作为他们安家立业的地方 那随着这些人群的涌入 带来了他们喜欢的酒吧啊 咖啡店啊 这种个性餐厅啊 所以这个城市的面貌 也随着他们的进来而逐渐地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个Downtown Brooklyn 实际上从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是得天独厚的 因为我记得Downtown Brooklyn 当时我们就称为是布鲁克林的市中心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布鲁克林区的 一些政府机关 机构 还有一些法院的一些所在地 所以交通实际上是非常便利和发达的 对 讲到Downtown Brooklyn的地理位置 就四个字 交通便利 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点 不论开车也好 走路也好 从曼哈顿大桥直直下来 就是Downtown Brooklyn 从很久以前开始Downtown Brooklyn就有13条地铁线 有15条公交路线 甚至连长岛的火车站在那里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站头 只不过过去十几年前 那个交通的优势没有被很显著地发挥出来 所以Downtown Brooklyn 您如果说这个地产发展 或者说整个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这个迹象你已经发现了 对 那个其实是很明显有一个开始的时间 是2004年 那个时候市政府选了纽约四个社区 Downtown Brooklyn Navy Yard Downtown Manhattan 和Queens的那个Long Island City 这四个社区那个时候被选中 政府决定要政策扶持 要大力地改进这四个社区的居住和工作的职能 吸引更多的人群搬去那里去居住 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经济危机 不是这一轮的房地产的经济危机 是上一轮的高科技.com的经济危机以后 很多的公司考虑说要把 有些职责 有些办公室要搬去便宜的地方 曼哈顿的楼价很高 那有很多的公司会考虑说要不要搬去新泽西 室友公司这样搬 那纽约市政府就觉得说 我要找几个地方交通便利的 这四个社区因为你看一下的话 他们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交通非常便利 从那个四个地方到曼哈顿的中城 到曼哈顿的下城 也就是那个大公司聚集的地方 非常的非常方便就去了 20分钟30分钟就到了 因为这样政府说 OK 我就选这四个地方 我要给它减税政策 要给它怎样怎样的帮助 对 甚至re-zoning 对不对 甚至zoning都改变了 对 可能是增加更多的这种生活的 这个commercial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机能 对对对 那是很重要的 2004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re-zoning 因为Downtown Brooklyn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一开始只是全部是政府用的 大楼 还有就是商业用楼 那个时候十年以前 大概只有2000多个居住单元 在所有Downtown Brooklyn 才2000多个居住单元 那如果我们打算 比方讲两个人一个单元的话 一个couple一个单元 那才长居人口 才不过4000多人在Downtown Brooklyn 现在十年以后那是仅像是大股一样 现在我上次统计讲是有7000多个常住单元 从2000多个到7000多个 就是短短的这个10年之内 10年之内 还有就是方了三番你想想看 还有不光是这个 还有将近有8000个单元 在将来这几年里面都要被建成 已经筹建好了 只是还没有建筑完成 那就是说再过几年 Downtown Brooklyn的常住人口 会变成说要3万多 从十几年前的4000多个到现在有3万多 这短短十几年来的改变是相当大的 对 所以你十年间讲的 这个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 入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居住楼盘也在逐渐地建设和增多 对不对 如果人群来了 实际上这个地区的整个生活机能就改变了 包括公共的绿化 公园 对不对 餐厅 饮食 娱乐设施都会涌进来 对不对 是 没错 所以我们讲到社区 最根本的是讲到人气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常住人口是大大上升 那由于这些人群的涌入 那势必的你要带动周围的设施的发展 那我们讲不一样的从几个方面来讲 娱乐业 我们讲娱乐业好了 Downtown Brooklyn现在有40多个文化机构 非常多 从最明显的就是巴克利体育中心 巴克利 Center 对 巴克利 Center 那个是个很大的一个体育中心 还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BAM 是一个很有名 历史也很久的一个表演中心 那在Downtown Brooklyn有名之前 大家都会坐火车从曼哈顿到那里去看表演 娱乐业呢 随着这些人群的涌入 娱乐业的产值在Downtown Brooklyn 10年前和10年后翻了三番 我们再讲到餐饮业 那个Downtown Brooklyn最近几年来开了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各国风格的这种餐厅 在Downtown Brooklyn你可以有日本的拉面店 有这种非洲的这种烤鸡店 TOPO的烤鸡店 还有大家知道的Shake Shack的汉堡店 所以可以有多样的选择 所以Downtown Brooklyn在最近10年 尤其最近的5年 确实到过那个地方的人都感觉到完全是变了一个模样了 对不对 包括人群的这个种类也多样化了 更多的年轻的家庭 白领的家庭会录住在那个社区 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Buckley Center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Buckley Center作为这个Buckley Nets的主场地 确实吸引了很多的球迷到那个地方观赛 对不对 而且这个体育场还是多功能的用途 不仅有比赛 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 大型的演唱会都在那边举行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潮 人潮来了就带动了那个地方的整个区域的 包括居住的地产方面的一个变化 人潮 is everything 我们讲起来 那个Buckley Center 它对Downtown Brooklyn的影响力 就像是高县公园 Highland Park 对West Chelsea的影响力 West Chelsea以前 也没有什么人要去好远 离开地铁又很远 对 当然没有理由去 后来随着高县公园的开发 现在West Chelsea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地盘 Buckley Center就像高县公园一样 对Downtown Brooklyn来讲 就像你讲的不光有篮球比赛 那个时候还有Jay-Z 你知道那个很大的歌星 在那里开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Jay-Z的演唱会 所以有很多的很有名的 不光是不是这种第三流这种歌星 是很有名的歌星 在那里开演唱会 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就吸引了很多人去Buckley Center 去观赛 那有了人气 自然而然的这个房地产就会带动起来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Downtown Brooklyn 未来的发展的计划也是非常棒的 听说市政府要在那边建立一个 新的一个科技园区 是不是这样 对 那个是一个合作 其实是Downtown Brooklyn跟Dumbo 跟Navy Yard 这三个社区是临街的这三个社区 他们决定说要一起搞一个叫科技 金三甲好了我们叫它 它会吸引说计划要吸引500家高科技 和这种创意类的年轻公司 这种创业公司来到这个金三甲来 安家落户 目标是要招聘差不多1万个工作岗位 那大家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到 这1万个工作岗位 大概都是年轻人会来的对吧 那还有就是Downtown Brooklyn 还有十所大学 大家大概没有想到 小小一个地方有十所高等院校 对 NYU的Polly 对也是在Downtown Brooklyn Long Island College Long Island University都在那里 那有这么多的学生在那里 还有很像BAM 像这种文体机构 大多数的雇员都是偏年轻的 那由于这个 Downtown Brooklyn的产业主要就是科技 文化教育 我们刚刚提到 还有科技也是它主要的一个产业之一 那这几个产业都是吸引年轻人来就业的 对不对 所以在Downtown Brooklyn的人群现在是非常年轻 它是一个新兴的社区 那它进来的人群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群 所以现在人们在想Downtown Brooklyn 感觉就不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脏乱差 是讲很多样话 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 年轻 工作下班以后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有各种餐厅 表演可以看 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现在人家想到Downtown Brooklyn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现在我们到Downtown Brooklyn 确实有一种感觉说到处也是在一种工地的 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的过程中 对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面一段我们就要给观众介绍一下 到底Downtown Brooklyn 最近几年地产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有哪些楼盘是值得投资和选择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Downtown Brooklyn的地产变化 一名 实际上Downtown Brooklyn在很多的经济眼中 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新的地产的 一个新兴区 那个地方现在确实也很多的一些 新的一些楼盘在出现 所以到底Downtown Brooklyn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它整个的地产 无论从租赁来讲 然后销售来讲 是处于什么样一个水平 我们先从总体来讲一讲 Downtown Brooklyn它的房地产市场 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是它其实租赁的楼比较多一点 更多过销售楼 所以这个大楼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新修建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社区 那根据Tulia的报告来讲 这边的其实平均的租赁的这个价格 离曼哈顿比较便宜一点也差得不远其实 那个像桶仓也就是我们讲的studio 每个月大概2300到2700这样一个水平 一室一听的话 2800到3500 两室听那就比较大 4000到6000 如果看你有没有景观之类的 那它的销售楼盘呢 它的势头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根据那个Street Easy的报告 那个Downtown Brooklyn的可售楼 它的平均价位在115万左右 那这样总体比较下来呢 Downtown Brooklyn它大概是排名第五第六贵的一个社区 在整个布克林区来说的话 对 它的涨幅来看起来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涨幅最高一两个的这个社区 从2011年到现在 Downtown Brooklyn涨了85% 哇 这个房价的涨幅啊 在四年间 涨的差不多要翻一倍 那个是超过Downtown 也超过很多别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回到我们刚才上半段所讲的 因为政府在大力地推荐这个社区 所以人群大量地涌入 很少有地方过去十年 强住人口有翻了那么多番 那很理所当然的 那个房地产的价格也是一直在往上走 而且走得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Downtown Brooklyn 如果在那个地方购买房产的话 更适合是一些投资型的 这样的一种人群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它的涨幅很大 对不对 过去涨幅很大 我觉得将来涨幅也应该很好 我们等一下可以具体聊这个话题 可是我很同意 Downtown Brooklyn 就是一个很适合投资人的一个市场 更加比起Downtown 比起别的地方 更适合投资人 我是觉得原因是这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交通便利 我们刚刚讲到交通便利 很多人愿意从住在Downtown Brooklyn 然后去曼哈顿上班 所以它的租赁非常的方便 你想那么多的租赁大楼 大家有没有会想到 说会不会租不掉 这么多大楼在盖 每一座大楼的空租率 还不到2% 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你到这边来买房子 要做投资 要出租的话 它的流动性很高 你不管要找租客 要找人脱手 都还蛮方便 我觉得这对投资人来讲很重要 还有就是它的价位 还不算特别的高 所以对投资人来讲 它这个你是个入手 价位不高的话 总是一个好处 所以它投资 租金的回报率 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租金是差不多 可是你的那个价位 比较低一点 对不对 还有就是因为政府在大力的推荐 所以在政策上有优惠 比如讲几乎所有的大楼 在Downtown Brooklyn 都有减税政策 即使是新建大楼 也有减税政策 就在别的地方 现在很难找到了 很多的新的大楼 都没有减税政策 对 所以这几条来看起来的话 我非常同意 Downtown Brooklyn 是投资者的一个天堂 可以说 是 而且Downtown Brooklyn 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项目 会出现 对不对 它不是说已经是一个 停止的一个成熟的社区 对不对 未来还会有一个发展的前景 会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点入手的话 确实是一个投资的 一个好的时机 对 没错 没错 Downtown Brooklyn 它还要盖整个一个新的社区 在Downtown Brooklyn里面 我们等一下会具体提到 有一个项目叫Pacific Park 那个地方 它不是讲是一幢楼 或者两幢楼 它是整个会造成 这个项目的规划 现在包括 有新的绿地 广场 这个整个项目本身 甚至学校 对不对 新的学校 对 那就像Downtown Brooklyn是一个社区 Pacific Park将来会是它自己的一个社区 你想想你看 Downtown Brooklyn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 是 好 既然这个Downtown Brooklyn的地产的前景非常好 那下面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楼盘 你觉得值得推荐 太多了 那第一幢楼要介绍的呢 它叫Beltel Tower 这个大楼呢 它很有历史背景 它在1929年 作为纽约电话公司的总部建成 所以它建起来是一个公司的总部办公室 2008年呢 它被改成是居住大楼 变成Condo 它这个建筑风格上也是很有名 它那个当时是有著名建筑师Ralph Walker 算名设计 是所谓的Art Deco这个建筑风格的典型的代表 这个大楼呢 一共大概有200多个单元 我们讲到它有享受减税政策 不长10年而已 从08年开始到2019年结束 所以还剩下4年的时间 那这个大楼它的特点呢 好处就是它的层高非常高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天花板比较高 对 因为这是老的建筑 Ralph的那种风格 对 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Ralph的风格 层高很高 这个建筑 因为它本来是像这种仓库 工业用楼 所以它的外墙非常的厚 所以你在里面的感觉 这个建筑是很牢固 很厚实这种感觉 不足之处呢 就是因为也是因为 它原来是工业用楼嘛 所以它有很多的走道 然后走进去 那我们华人有可能觉得说 这个有的地方好像 不能好好地利用这个空间 有可能有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Loft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房间很深 因为它就一个墙面 外墙有一面窗户 可是你真的走到里面呢 采光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这是这个大楼的特点 那要价来讲呢 1500尺的房子 要价大概150万 差不多1000块钱一尺 所以这是你介绍的第一栋楼 这是一个翻新楼 而且持价非常的有优势 对 持价有优势 而且还有几年的减税 对 那第二栋楼我们讲呢 介绍一下叫Torrent 在150号Murto Avenue那个 那个你讲到Downtown Brooklyn 大家都知道那种楼 它是2009年那个时候建设 2009年的时候 Downtown Brooklyn还没有说 建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所以你从曼哈顿大桥开车下来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那个Torrent 就是那个大楼 所以那个是应该在2008年以后 第一批建起来的 对 是第一批建起来 对 而且它造型也非常的强烈 对不对 像一个太空船那种感觉 对 那这个Torrent它这个Building呢 很有名的一个特点呢 也是个好处 就是它是一个Lead 所谓Lead认证的一个大楼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从 环保的 对 绿色的大楼 对 建筑跟运行上 这个大楼都是很绿色的一种大楼 那个用的那个能量消耗的比较低一点 对 还有好处呢 就是因为它离开别的高楼比较远一点 所以很多的单元它有很好的景观 可以看到新泽西 可以看到曼哈顿 所以这是它一个好处 还有就是09年的时候呢 开发商用的材料 用的那个装修的这种品牌的选择 这个大楼还是属于比较高档的 那它的不足之处呢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 它是一个像一个太空船一样的这种 这个造型就变成 有的单元啊 房间走进去 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的 四四方方的 有一点 方方正正的 方方正正 对 有的单元有可能会 有点棱角的这种感觉 可能某些空间也是会被浪费掉的 对对对 也会有一点 可是总的来讲 基壤大楼它的设计还很好 它的公共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这个楼的价位比较中间一点 1600尺大概要加180几万吧 1600尺 180多万 所以比刚刚那个要贵一点 可是也不算特别贵 是 所以这是第二个楼盘 我们要介绍 它有没有减税政策 也有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它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 作为对投资人来讲 它有一个很难得的 25年的减税政策 下面一张是 属于蛮新的 2013年刚刚建完的那个大楼 叫388号Bridge Street 那个大楼是全布鲁克林 目前最高的一幢楼 对 这一栋楼其实现在是非常有名 很多的纽约的地产经纪 也都在推荐它 因为刚才就像你讲的 是布鲁克林最高的一个楼 所以在这个高层的这些单元 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对 我在里面去看过 那个景色是非常的好 你到 在高层的话 它是层高又高 11 12尺这样 从地板到天花板 全是大块大块的玻璃 不光有一面 有这地方 有两面 有这地方 有三面 那就是想在 浮在空中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这个大楼 最优点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景观是非常的好 人们也喜欢景观嘛 对 所以这个大楼 一共有53楼 非常高 31楼以下是 租赁楼 31楼以上是 给业主的购买的楼 那以上 31楼以上 它的做工 不是特别特别的细致 我觉得如果它 再细致一点 会更好 这是我个人来觉得 这座大楼 稍微有待改进的 一个地方 也有减税政策 一共是15年 所以我们刚刚才 用了两年 还剩下13年的减税政策 所以它的价格来说的话 在整个区域来说 你认为怎么样 中等偏上 它是新楼盘嘛 而且景观很好 很有名 所以不可能便宜到哪里去 1300尺 这个房间要价190万 中等偏高的一个价位 对 所以这个楼盘 你认为说 它的地理位置 还有它的景观 都没话说 但是里面的装潢设计来讲 少微有一点点 低端一点 对 不够太高端 对 对这个大楼来讲 你应该更好一点 我是这样觉得 对 好 所以因为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没办法介绍 Dumbtun Brookly 所有的一些楼盘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resale 和一些新的楼盘 来大致了解 整个Dumbtun Brookly 的目前的这个产权公寓的 售卖的一个情况 但最吸引人就像你讲的 Dumbtun Brookly 很多的楼盘 是有这个减税政策的 那么这个对投资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对 对 是一个好的卖点 是 所以你再概括一下 讲的话 Dumbtun Brookly 的那个房地产市场 它的潜力 还是得回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它 现在已经支持了十年 我们知道它还是还会将来 继续支持它 一直到现在有在筹建的商业项目 居住项目 公共设施的项目都还有很多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还有很多 在这将来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的潜力 是 好 那么再过不久 看看这个Dumbtun Brookly 如果有更大的发展 更大的进展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一期新的Dumbtun Brookly 好 非常谢谢一鸣 好 我想观众朋友 看完这期节目以后 对Dumbtun Brookly的地产现状 应该有所了解 安家贴士 Dumbtun Brookly的房屋控制率 低于2%适合投资 Dumbtun Brookly将成为 纽约科技创新园区 太平洋公园公共绿化空间 将达8英亩 旧楼改建住宅 房型受限亦产生多余空间 安家纽约节目 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之夜的 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过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 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